冒出白烟 车声震耳欲容 仔细一看是电动机车 就是警察局第三分局 公布有人在百夫车站前 狂飙的影像 查获四辆改装车 其中有两辆 竟然是由GoGoro改装的拼装蓝油车 本分局继23日 获获电动机车GoGoro 违法拼装成引擎蓝油之机车后 向上溯源 追查号召聚众飙车之二三岁 陈信犯贤 居提两名犯嫌盗案 当场再查扣两台涉案车辆 全案依违反刑法 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署期将至 警方呼吁民众 误任意改装车辆 迫于道路上禁止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改装噪音车 及飙车行为强势执法 以确保民众生活安宁 及用路安全 任意在道路上飙车 将构成刑法公共危险罪 警方将持续针对改装噪音车 及飙车行为强势执法 确保民众的生活安宁 及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